还不够还不够成熟吗 对吧 年龄小吗 这肯定喜欢你 肯定是什么 鸡鸡是吧 来叔叔阿姨哥姐妹 你们觉得我跟阿姨八配的 咱们公平说扣个一好吧 我看看有多少叔叔阿姨 觉得我们两个是八配的 感谢我们这位女神收了的 这个啤酒 谢谢啊 人长得又漂亮 这气质又好 这个好像是个俄罗斯美女吧 你们觉得我跟阿姨默八配的 咱们扣个一 我看看有多少叔叔阿姨哥姐妹 是觉得我跟阿姨默是比较八配的 谢谢 谢谢哥哥姐 哇 这看来这 这还是有挺很多叔叔阿姨哥姐妹 扣一 说明 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很八配是吧 这这这这俄罗斯有来了一个俄罗斯美女啊 这就感谢你收了个美女 谢谢 感谢点赞 谢谢 呃 是帅哥姐妹 大家下午好呀 那个啥 呃 在在在在这个平台很高兴认识大家 然后 也很高兴 在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对没关注我的就给我点个关注 以后呢就是 嗯 咱们都是朋友 对 朋友 谢谢 谢谢这位美女啊 这也 这位美女是来自大娘山的一个姑娘 我刚才开玩笑是俄罗斯的 但那不是俄罗斯的 这这大娘山的话我们都是在一个城市 对吧 这哪天发别的话我也来来来拍一下你来采访一下你啊 对 我是一名摄影师 对 摄影师的话就是个人的爱好吧 也不是专门拍这种的 就只是个人的爱好 感谢受了的梦记 谢谢 这摄影师的话就个人的爱好 那么我是基隆生活之心 我喜欢拍摄这一块 我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呢 我喜欢这个 还有还有美发这一块也挺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 失业是失业嘛 对吧 这个爱好又是爱好 不能把爱好当成失业 失业对吧 因为咱们创业的话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美女受来的这个这个信心 你说啊 我们得要生活对吧 要赚钱 所以呢 就是我做的某些事情呢 只不过是我的爱好 就比如说美发 还有就是摄影这些呀 是爱好 要是挣钱的话 就不靠这方面挣钱 就还是得要创业嘛 对吧 那怎么怎么能挣到钱就怎么来 对不对 感谢点赞 谢谢 各个技术专业 我什么孩也都在做啊 就是所以说呢 你们想上班呢 可以私信我 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对吧 比如说酒吧 KTV啊 还有我就是 还有就是电子厂 游戏厂什么 压厂什么都在做啊 就是反正 这些厂的话 有些有些公司的话我都没有出面了 就是我只是同资人 我也没有去出面 没有去去那种 就不用我去负责 知道吧 如果我去负责那么多那么多公司的话 那我也买不过来的 但是我 我只是投资的其中之一啊 就是 没有 机场去 偶尔去看一下 一漂亮又善良 对 姐姐漂亮又善良 我以前在大城市里面 也也没有遇到过 阿子这么善良的姑娘 如果有有有遇到过这么善良的姑娘的话 我也早就结婚了 知道吧 其实吧 我这个年龄呢 说小也不小 说说大也不大 反正 快要这个 二十好几啊 二十好几啊 快快快要三十出头了 再过几年吧 我想是三十岁的那一年在集会吗 再 再穿越几年 对 就是这样的 感谢 维系 维系号发一下 这维系号发一下吗 这个 里面想来我公司上班的 因为 就比如说大娘上这边也有公司的 如果你们想想上班的话 你们可以实习我 然后我了解一下 感谢你你你几 啊 说来的 礼物 谢谢 啊 这说了那么多礼物 谢谢 谢谢支持啊 谢谢 啊 说说一个姐妹咱们给公平送礼物的点点关注 好吧 给公平送礼物的点点关注 我喜欢看你段子 你和阿子 怎么样 我 我如果说我以前在大城市里面能够遇到像阿子这么这么心底善脸的姑脸的话 我可能就集会了 也不会得到现在 其实 早一点集会比晚一点集会 只是说还没有遇到为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女人 所以才还没有集会的 并不是说年龄还没有到 我觉得跟这个年龄没有关系 只要遇到喜欢的人 遇到合适的人 就随时都可以集会 啊 阿子的话 你说 找一个跟他一样漂亮的女人 可能好找 但是找一个就是真的 又单纯 心底又善良 没有那么多 西斯这种女孩是很不好找 真的 知道吧 因为大城市的女大城市里面的女孩子 有些也有很好的 但是很少遇得到 因为那些女孩嘛 他他他借过的世面已经太多了 知道吧 他的思想就一句 没有那么简单 知道吧 就很乱 可以说是也 他今天可以喜欢你 今天可以爱你 但是 等哪天不高兴了 他随时都可以把你化掉 就这种 对吧 像阿子这种的话 我觉得 如果说 比如说给我集会 号召 如果我在一起之后 他只会 只会爱我 只会和我在一起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 他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乱西斯 知道吧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 他只是个好姑娘 你说这二八级找一个 跟他一样漂亮的好找 让我去找 我找一个美女 我也找得到的 但是呢 这个找一个西底上年的姑娘 真的好 所以很多是刷一个个姐妹 都在私信我 他们都说你这么优秀 这么能干对吧 颜值也不是很差 为什么去楼村里面 围着一个女孩子撞呢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 感情吧 感情这个东西啊 我找老婆 或者找女朋友 然后我 我只想找一个真诚 单纯 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女孩子 他有没有钱 我觉得都无熟 对吧 有没有能力 我觉得都无熟 对吧 因为他现在没有能力 但是不代表 割着我之后 就没有能 你知道吧 我会跟他指导 我会跟他 就是不停的 就是把他 提升起来 就会变得更优秀 对吧 就是我把他培养出来 知道吧 就像 就像带个徒弟一样的 带出来 这不就就好 对吧 阿伟加油 谢谢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 为我加油 然后支持我 陪伴我 我也有 我也有想过放弃 真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累 你看 早上跑一趟 晚上跑一趟 真的是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他紫末壮 知道吧 其实你们说我去沙沙有什么事了吧 也没啥事 那为了就去见他一面 为了就去 看看他 就那么 早上 早一趟 晚上又回回没城市里面来 对吧 因为我 因为我是住在 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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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 所以呢 跑上跑向我 还是很累的 就那天我跟他表白他拒绝我的时候 也不是说拒绝吧 他就他就没有没有接受嘛 就没有接受嘛 那时候 我当时想的 我放弃了吧 我觉得 可能我们两个不合适吧 我有 我有这么想过 但是后面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一直在私信我 知道吧 因为我跟阿姊梦认识的时候 我就记录了 我就顺便记录了生活 知道吧 就记录了这个阿姊梦的这个姑娘 然后呢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 都认识了我们 知道吧 其实以前我也不拍这些 我虽然有有自拍的那种 就发那种 但是呢 也没有特意的去拍一些 知道吧 就拍拍我自己啊 就各方面的风起啊 然后到那个地方就 第一次我跟阿姊梦认识之后呢 我顺便就拍着风起 就拍到了这个阿姊梦 然后顺便就我把那个视频发了 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之后呢 就 当时就红了 知道吧 我看我记得 第一个视频我发的时候 我拍到阿姊梦 然后发出去了之后是差不多 间就 八九百万一千万爆发 一千万爆发 这个粉丝就蹭蹭蹭的 打上来了 知道吧 打上来了 打上来了 的话就 我看这一个视频就长了几万粉丝吧 长了几万粉丝 一个一个一个视频就 然后后面哎 我说这 这这我我我回去的时候我用那个视频我简单的解了一下嘛 简单的剪辑了一下 然后 然后我就我就想了一下我我就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我看了那个视频 我觉得哎是那么一回事 这个女孩子 我觉得 也不是也不是很漂亮 但也不是很丑啊 那我的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就感觉 这个姑娘 那他那真实的一面让我感动 知道吧 真实的一面让我感动 然后我 我第二次我再再次去去那边 又